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 我們現在打一下妖嬌花夢 潛能解放的關卡 那因為有觀眾朋友問到能不能用阿圖姆來示範陰的這一關 那這邊就來幫大家示範一下下 帶的是我們黑金的阿圖姆 那隊員也全部都是免費卡 分別是小迷豆子 那這張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換上可以製造30顆星的角色就可以了 例如說幻靈商店的免費卡 水晴皇就可以 再來的話是超技的黑家家老師 這張如果沒有 或者是你技能沒有練到的話 你就換上可以自身發動攻擊的 反正主要就是用來處理反饋10萬那一關 所謂的自身可以發動攻擊 就是其他成員不能發動攻擊 這一支主動技的最後一行 只要你其他換的主動技有這個敘述也OK 再來的話是蓬萊 這個主要用來無視拼圖 那其實阿圖姆的龍科開下去有無視拼圖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那關要開龍科去解也可以 你就可以把蓬萊換成其他可以無視攻前的角色 反正這一關就是攻前拼圖二選一 看你想要帶哪一個主動技去解 阿林格就是可以靠龍科這樣子 再來的話是賽維亞拉 賽維亞拉的話是用來解那個亡命暴擊 就是拆炸彈的部分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搶解囉 好來第一關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先大力轉帶走右邊 留左邊 對不起 更正那個大力轉帶走左邊 然後留右邊下來洗技能 就是不要去手銷到全部的水珠 這樣就不會帶走右邊 好 接著我們就是洗技能 那洗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洗到他第二次變成CD1的時候 好 這一回合打完他會第一次變成CD1 好 那小迷鬥子跳了我們先把他打開 好 這樣等一下還可以關掉之後再做一個打開喔 幫黑加加老師再做一個增傷這樣子 好 這是他第一次變成CD1 好 那打過來之後 等一下我們等第二次變成CD1再去進攻 這樣就OK囉 好 第一關這邊稍微比較拖一點的原因啦 其實跟黑加加老師也有關 技能CD比較長一點點喔 然後第四關就馬上需要用到他 所以這邊要稍微準備一下 好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手銷全部的水來帶走他了 就直接大力轉 好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阿沒帶過去沒關係 你護盾還在齁 你還可以有一回合轉的機會 好來 接著這邊15C我們就直接大力轉就好 你有燒到火的話 1C會等於13C 所以這邊不用怕齁 好 阿轉完停在火焰地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沒有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我們開阿圖姆 好 然後我們就抓阿圖姆的角色珠不要手銷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沒有問題喔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就是需要用到黑家家老師的地方了 我們把它技一加技二打開 好 來 接著我們把小迷豆子關掉 好 然後再打開一次 好 這邊就直接30顆星送給他 好 這邊就是靠黑家家老師去打了齁 OK 好 來 接著二血這邊我們開阿圖姆 然後我們去把火珠弄成兩組十字喔 好 阿圖姆的那個主動機版面其實本來就已經很完美了啦 所以就是稍微再去做一個微調就可以了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我們開個賽維亞啦 把炸彈拆掉 拆掉之後我們就一樣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 阿圖姆有內建武士 所以三隻可以同時送走喔 OK 來 這邊帶過去沒有問題 來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我們就直接開蓬萊 然後大力轉就可以了 阿我剛剛有講到那個C數問題阿 你只要有需要火1C等於13C 所以不用怕齁 好 這邊他降下來 這邊C數就直接超過對面要的15了 好 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 接著來到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我們就等對面打過來 然後再手銷泉水帶走就好 好 剛剛有一點要更正阿 不是說那個什麼龍科跟拼圖 不是阿 那個拼圖跟工錢二選一 阿你選擇一個主動技去解另一個靠龍科 阿我這邊主動技去選擇是那個無視拼圖啦 那工錢就不是靠龍科 就是靠對面打過來 阿我們再去進攻這樣就可以了 阿有卡水珠就趕快去把他濾出來喔 好來 接著我們就手銷泉水去把他帶走就好了 好 這邊就大力轉喔 好 這邊就一樣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黑家家老師的技衣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只要消光跟星加起來等於5C就可以了 剩下的珠子我們全部都不要去動到齁 好 這樣子加起來5C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邊如果怕傷害不夠的話 你可以補個龍科齁 因為他其實又有那個無法控制啦 所以阿圖姆沒辦法點燃他的情況下 傷害就會少一點點齁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我們就開阿圖姆 好 然後一樣抓著角色珠不要手銷 會剛好是20C喔 然後阿圖姆內建有防灼熱 所以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OK 以上這邊是黑金阿圖姆 過這個音的挑戰任務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普 好 喔